晚安 欢迎收看今天台湿晚间新闻 我是一湖 国道出车祸 一阵混乱间狗狗跳车失踪 国道1号南下233公里处 发生了一起追撞车祸 小货车的驾驶打瞌睡 追撞到了前方的白色轿车 造成了车上的一对夫妻 还有一个小孩受伤 而之后呢 社群出现了 邪寻比特犬的文章 原来呢 这对夫妻的爱犬 在车祸当下呢 是直接的跳车失踪 造成了后方的车辆一度回堵 不过呢 幸好最后顺利的找到了狗狗 白车被小货车追撞后 失控先撞上内侧护栏 再猛力的往外侧车道冲撞 最后甩回中间车道 撞击力道具大 扬起白色烟尘 车子转了一圈半才停下来 车头撞毁后挡风玻璃撞破 突然有只狗跳了出来 我们家是大瞌睡 然后就直接没有结束 被我们追撞的 那个后车玻璃就破掉 然后因为狗狗可能很惊慌 就直接跳出去 驾驶下车第一时间也顾不得狗了 他先抱起车内11个月大的小孩 跟太太赶紧避到路边 那狗呢 不知道是否受到惊吓 车祸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233公里 他往北跑在国道上乱窜 驾驶为了闪狗 只能踩刹车 还造成车流回堵 事后车主在社群贴出讯息 要找狗 小贼 狗狗养了四年多 是一只比特犬 叫做Peggy 很乖不会咬人 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找狗 热心民众提供线索 车主将家人送医后 当天晚上九点多 在南下214公里处找到狗 国道车祸狗狗跳车跑掉 车主一家先到医院 再回头找狗 好险没有再酿意外 狗也找到 顺利回家 记者中部 众博报道